欢迎来到爱情 爱家好医生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五根手指头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有一个比例不少的小baby 出生的时候 他可能不是五根 他可能是六根 甚至这个手指头 可能不只长在手上 连脚趾头也是有 超过五根的状况发生 爸爸妈妈看到有时吓一跳 糟糕 我的孩子 是不是生了什么病 今天我们的凯凯爸爸妈妈 她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惊吓 我们来听听看 她怎么这么说 大家好 我是凯凯的妈妈 我是凯凯的爸爸 我们就是因为小朋友 有多了一只手指头 然后就希望说 把所有对这只手指头的疑虑 还有她未来要注意 一些哪个方面 来请教黄医师 希望可以让孩子 有一个健康成长发育的机会 谢谢 到底这个手指头是多在这边 还是多在这边 到底是什么状况 我们亲自到凯凯家看看 哈喽 你们好 好大一家 凯凯 你是凯凯吗 对 凯凯 你好 你好 你要不要坐我身上 可以吗 哇 凯凯是你们家老几啊 老三 老三 还有一个在月子中心 哇 老四是女儿 真的 对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角 是这位凯凯 是 那凯凯的这个手指头 你们出生的时候 就马上医生告诉你了吗 还是在肚子里就知道了 在肚子里面四个月的时候就知道了 就被拍到了 是是是 那时候医生讲的时候 你有吓一跳吗 很震惊 因为觉得 怎么会多 那可是那医生就告诉我说 多不如少 对 少更不好 对 好 所以那时候 你有没有问他说 那怎么办 出生以后怎么办这样 有 那医生是 是跟我说 那个真的不会 就是一直安慰我说 不会妨碍到 不会妨碍到 对对 小孩子的发育这部分都不会 因为他多这只手指头 是 而有 有那个问题 谢谢 不然我会一直担心 是 是 可是你一定有问我说 那要不要开刀 要不要开刀 对 那时候 那时候医生怎么跟你讲 医生是说 如果真的要去 去除他的话是 等到他一岁以后 因为他全身麻醉 是 因为他还太小 可是 麻醉会有风险 所以建议我一岁以后 再让他去做这个手术 所以你大概心里就笃定说 好 出生一岁再说 对对对 可显然他竟然已经不只一岁了 对 所以两岁七个月了 后来你在一岁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 这个跟小儿科医师讨论 或者是你自己决定说 再等一等 我是跟那个小儿科医师是说 他这样子如果 会不会影响到他其他的发育 比如说其他手指头的发育 还是说 会不会影响其他身体的发展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是 期待说就是不处理他 是 那小儿科医师是说 其实倒也还好 所以他那个是有骨头的 对 对 看一下好帅喔 他能动吗 他能动耶 对 他是个有关节的 那你又打电动 多人家一只手会赢 他现在几岁了 他现在两岁七个月 两岁七个月 对 所以当你一岁前的时候 你观察观察观察 然后医生跟你说 没有妨碍到他的生活 你可以再等一等的时候 那时候他这一只手指头 有拿来干嘛吗 他就是会挖鼻孔 然后当哪一嘴 小时候是当哪一嘴 是喔 对 然后挖耳朵啊 然后 我是观察说他在拿糖果罐 我有特别找比较小的糖果罐 我就是怕他说 他这样下去的时候 会不会去伤害到另外一只手指头 结果他也都很巧妙的 可以转进去拿 会去闪躲 小儿科医师跟你说 没有影响到他 然后 就可以再看看 那他没有跟你讲说 那等到什么时候吗 没有耶 没有 都没有 所以就变成我一个很大的疑问是 要带他去拍摄S光片吗 还是再做一步进一步检查 是没有任何方向的 是是是是 但是你有在担心更进一步 比如说以后上学啊 同学 也会 因为刚开始 其实在肚子的时候 发现的时候 最担心的其实还是心理啊 对对对 所以心理说他这样子生出来之后 会不会有异样的眼光 对 然后他自己 那如何去面对 以后这些人家讲他说 你多支手指头啊 对 可能就会有不好的言语去形容他 是 对可是 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是 是很多 你拿整包 其他家长会担心 他会被异样的眼光 反而不是我 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孩子们 看到他多一支手指头 还挺有那种羡慕的眼光 这话他有多一支耶 对 好酷喔 然后会来数他的手指头 然后不断的重数 所以有六支 是是是 对 好 我们第一部分先让抱妈妈认识 如果你今天你的孩子 在肚子里面 就发现多一支手指头 或者是出生以后 才发现有多一支手指头 有的手指头有骨头 可以动的 像我们今天的凯开 有些手指头不能动的 就是锤在那边 这是一个肉流 那这些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 那医生的处理 会有哪些方式呢 凯凯现在还不处理 真的到小学以后 或上学之后 会不会同学嘲笑 会有心理的阴影吗 我们看一下 爱家顾问团怎么说 经过这样的一个访谈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比如说凯凯现在 已经这么大了 还没有开手术 这样是OK的吗 现在目前功能上 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碍 是可以再等一等吗 那什么样状况 我们是要立刻处理 什么样状况 我们又要这个可以等一等 而且我们要找谁来帮忙呢 今天有关多出来的手指头 这样的一个议题 我们请到的是 亚东医院小儿外科 陈云副院长 以及马届医院的手外科 陈亦凡医师 一起来帮我们解决 凯凯妈妈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请教一下 臣妇的是 这个多子是 它是基因遗传 还是它只是 胚胎发育的异常呢 就是它是偶发事件 还是说真的家族 可以找到很多人都类似的 多子它算是我们的 这个所谓叫 自体显性遗传 那自体显性就是说 它是靠着这个体染色体 就可以遗传 那你只要有带到一点点 它就会表现 凯凯妈妈 那你们家族有 其他人也有类似的 多子的情形吗 没有 没有 对 好 所以这个是 险性遗传 对 但是第一个 它会有不完全的穿透 就是它不会完全表现 所以有时候会隔了几代 然后才出来 有时候会这样 所以要查族谱 但是也有人是偶发性发生的 就可能在怀孕过程的 种种的环境或什么 在那个环境下孕育出 多了一只这样 是 所以不用让爸爸妈妈很紧张 说招了我家生了老大 有多子 那是不是之后每一胎都有 其实不是这样 有的是环境 大概比率大概是多高 发生率在所有的小孩身上 多子本身的发生率 大概是千分之一 一千分之一 那不少 不少 但是很多也都矫正了 所以你其实在人群中 并不会一直看到 有很多多子的小朋友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妈妈 会担心说 好 这个东西多子 我手术可以解决 可是是不是身体有 合并其他的疾病 是隐藏在这个多子的症状里面的 因为其实凯凯妈妈 那医生也有特别提醒 要做什么超音波 这个超音波 所以它会有合并哪些疾病吗 它不太会有什么其他的合并症 对 那如果有一些合并症 其实它有时候 因为你知道 您是小儿科 您最熟了 有很多症候群 有一堆症候群 那那个症候群会合并多子 所以那个症候群 你一定就很明显的 看到他耳朵比较低 人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的正常 那自然我们会做其他的筛检 但是如果像凯凯这样 看起来都很正常 只是多子的 那绝绝大部分 都是没有其他合并症 并发症的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凯凯妈妈 其实可以不用想那么多 说她是不是 有哪些其他的一些 基因身体器官的疾病 其实大部分是没有的 那所以如果今天是陈医师 你会建议凯凯去做 超音波夫妇 稍微筛检一下 你会这样建议吗 还是说以你的 这种漂白的个性 就是没关系啦 算了 通常都还是会建议 就是即便就是说 出生正常的人 也是说会稍微做一些 简单的筛检 让排除一些其他方面 可能性的问题 轮组织多子 那它可以早一点手术 出生就可以开了 那有单纯的多子 是三到六个月 其实就可以手术 那复合式的多子 一般会等到一岁 那现在的麻醉 其实都非常的先进 那也建议凯凯妈妈 如果这个多子 不用太担心 那早点处理完 对小孩的所有的发育 其实会比较好的 我们先全部统整一下 到底这个多子有分哪几类 多子最重要是一些功能 所以我们如果就分型 可以很单纯的分成 它的是软组织多子 比方说它就只是像这样 就多了一个指节 对 那一个甚至也没有什么关节 它会晃 这个其实出生 很快就可以把它处理掉了 很快是多快 通常是出院之后 就可以约个时间回来 约个时间回来处理 这种就像是一个脆肉一样 对 但我们也有看过 那个没有处理 然后它就变成 在那里旋转之后就坏死了 那一个指节坏剧掉 对 缺氧 肿起来 对 这样如果不处理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 败血症的危险 是 所以那个会晃的那种 其实用个胶带把它先贴一下 固定好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对 而且不要再加够压力 自己拿一个绳子 把它绑起来 想说它自己就会掉下来 是不可以的 是 是它会掉下来 可是它会有个断端 之后你又要去想说 是不是要去处理 那个小小的断端 像这样一小节 对 没有处理干净 还是会很担心 然后是不是要处理 第二型的叫做单纯的多指 单纯多指 它可能大部分也是长在 大拇指的那个饶侧 就是内侧 就是内 里面这一侧 它可能就没有关节 它本身就会晃动 就是它其实是软软的 然后也不会动 有时候也会长在小指这边 那种不会动 但是它有骨头 有神经 有肌肉 这些这种 还是可以早点处理 一般三到六个月 就把它手术处理掉 因为事实上 大家喜欢想要处理多指 也是因为影响美观 是 比较稍微有关节会活动的 那我们就会稍微再等晚一点 那大概六个月 六个月到一岁 那或是觉得 它骨头有一点分岔 我们有时候会等到 一到两岁的时候 是 为什么这种 你就会有比较晚一点处理 因为 就是说如果它那个多指 也会活动 那它的那个基建 势必要被转移过来 再重新跟新的这支母指缝好 那这个部分稍微大一点 会在功能上取得 一个比较好的优势 是 所以大概就分这三种 一种就是刚才说软阻之型的 一种是只有骨头 但没有关节 也不会动的 一种是有关节 然后会动的 那大概就是一个是出生后 马上就可以处理 一个是大概 这个三到六个月 那一个就是可以拖到一岁 甚至如果比较复杂的 有时候会到两岁 像凯凯 他这个一直到现在 可能两岁多都没有开 那会不会有人太迟的开会怎样 或是说其实也没关系 等到你心里 身体准备好再说都可以这样 原则上刚开始会建议 比较早开始开的原因是因为 手带一岁之后 开始有一些简单的抓窝功能 开始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来开的话 就是说在手术完之后 不需要再重新的做一次的复健 或者是手部的活动 那如果晚一点开的话 当然他这个重新复健的时间 或者是活动的时间 他就会稍微延后一点 就是说我们开完 或许他早点开完 他可以开始就是跟一般的小孩一样 就两三岁开始揪我鼻之类的 但是如果你开完 就刚开始有伤口 那有韧带的转移的话 那可能握笔的时间 就会稍微延后一点点 对 就是开完之后 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就是说 在简单的手部发展的时候 就会开始做一些手术的处理 这样之后的手部的行为 就会跟其他的小孩 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 我都很好奇 他的大脑其实会不会 现在对他的那个多指 其实已经有一个 对 有一个记忆或者是代价 对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会建议说早点开 免得他记忆当中一直觉得那边有一个东西 然后就不见了这样子 是 就要重新再做一次复健来的循环 就是他原本可能可以用多出来那根手指头活动 但是他现在变成只能用他后来手术板的大拇指在活动 对 对 他会有一些像是重新训练 或者是像电脑重新开机 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类似 对 所以比我想象中的还严肃 凯凯妈妈听到没 我不是外科的 我没想到其实术后还有一些事情要做的 对 所以可能还是要赶快去安排一下 大概需要多久时间可以完完全全就是忘了这件事情 他的大能 越快做越容易 那个半岁的他们都不用教 自己就会 OK 那我以前有一个麻醉科的学长 然后我看他每一次 就是大拇指都弯进来 就是说平常他休息这支就弯进来 那我就奇怪为什么 原来他多指是比较后来才开 所以他就会想说 因为以前这里多一支 所以这支藏起来 他已经习惯了 所以早一点弄 有时候如果只是单纯的 大概半岁左右处理 反而对他后面不需要很多的附件这些是比较简单 是 所以真的可能一岁两岁这是一个黄金石 是 好像赶快处理比较好 多指正虽然都是一些偶发的事件 那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它对大拇指的生长 或者是它之后的一个手部的功能 当然是或多或少 还是会有一些方向性的改变 所以建议就是说在一岁之后 如果其实状况允许的话 是尽早做手术 做一般的手术完之后的重建的话 其实效果跟育后 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好 那这个手术会不会很复杂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对 我们必须要把多的 跟没回答是一样的 对 对 对 我们必须要把关节的位置复位 然后把多余的骨头切掉 那原本那个韧带 应该是在长在该长的位置的话 做一个固定 所以说刚刚陈副院长 有讲到一个蛮重要的原因 是太早开 一来是麻醉上的风险 二来就是说我们的软组织 我们的韧带 长得不是那么的完全 所以相对我们在外科的手术缝合的时候 相对不是会缝得那么的完整 那当然一岁之后 它的韧带跟它的组织长得比较好之后 我们做一些固定 什么样的缝合的话也会比较好 之后对它未来来说也比较方便 很多妈妈会担心是 主要最大的障碍是那个麻醉 我本身对麻醉的看法是 所有的麻醉的手术都有它的风险存在 但是如果其他没有特别方便 一些系统性的疾病 就是说你哪边的发展比较不好的话 其实都可以不用再担心麻醉的问题 以现在麻醉壳的技术跟进步 其实这些问题即便遇到了 他们也都可以有立即性的解决 所以我想基本上以现在的手术来说 麻醉都是相对安全的 我在儿科这么多年 把病人送去给外科开刀再回来 我几乎没有听过有儿童是因为 就手术是因为麻醉这个地方出了风险的 其实就是有什么问题都是疾病本身 我觉得麻醉真的不应该成为 你去开手这个多指的一个阻拦了 刚刚讲手 我想手是比较复杂的 那我想请问如果脚呢 不会影响活动 但是它真的影响穿鞋 所以它会有一点压疮 所以它们大部分是因为这样 有比较大的小孩来处理 因为多了那一只 或者有时候 其实因为脚比较不影响功能 所以如果担心 因为其实小baby 就年纪比较小 大概一岁以下的小朋友开的刀 的那个伤口 后来其实看不太出来 那既然如果为了美观 那脚功能反正就是走路而已 我们也会有时候会早一点 处理脚部的这个多指 因为它不太担心功能的问题 对 那甚至有一些像这个 这个是它有病指 你知道它还多指以外 还多了一支 然后还全部黏在一起 对 那我们就会再去修补 正好拿它多的那一支 的这些皮绊 来做其他两支的指头的重建 那也是不错的一个方式 手指头也有病指的 对不对 手也有病指 我都很好奇 今天我们讲多指 感觉那个弄掉 然后大部分复健完就没事 病指的这样手术 会不会影响到它未来 当然你不处理也不行 我只是很好奇说 它的精细动作 是不是会被影响 病指的话 当然抓握上去 就会比较不好 所以就是当然可以 尽早开始做手术 那开始做复健 当然都会比较好 对 那比如说 今天凯凯妈妈来找你 那你看出她的犹豫 那你不是说 那最慢 最慢 什么时候要处理 我会建议最慢在小学之前 还是把它处理 对 这个因为毕竟之后小学 之后也要握笔写字的时间 会就是拉长 那如果那个时候 他自己本身想要再来开刀的话 其实对他之后的拿笔握笔的时间 就会后来就会蛮 就是延长的时间会更多 所以我是建议就是 如果真的有在考虑的话 我是想要就是说 起码在小学之前 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对 小孩的可塑性 脑袋越小 你可塑性越强 很早他就忘了那个事情 他的整个手指的这个平衡感 还有他这个本体感觉都 也许就会比较顺畅 听起来脚是可以等 除非你穿鞋 挤得要命 听起来脚还好 可是手听起来好像 的确是很精细的 对大脑来讲 我们应该让他早点习惯于手 就是五根 不要多一根 大脑其实会有点挫乱 陈副学长 有没有最后要补充的 多子每个个案都不太一样 对 那医师大概会针对他的功能 我们最重要的是功能 然后做出一个最合适的判断 然后跟建议 那一般找小外科 整形外科 里面或是骨科 有针对手外科这方面的专家 应该都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一些建议才是 是 好 非常谢谢凯凯妈妈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抛砖语音的机会 让我们让大家认识 多子症的一个小毛病了 虽然不算是什么大病 但这个小毛病还是 大家早点在医生的建议下面 在专业的外科方面 把它解决掉 我们台湾的外科 真的是全世界数一数二 所以请大家能够很放心 手术的状态 应该是最理想的 好 非常谢谢大家 今天希望今天大家有收获 如果你有0到18岁的孩子 或者有身心灵问题 要我们爱家好 先到一家家房 你跟我们制作单位联络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跟人家握手 跟人家在一些一般生活当中 总是会有人发现说 为什么你虽然看起来像一只手 可是数字不太一样呢 在心理上面潜意识的 可能那只手 你就会常常隐藏在身体里面 不会把它显露出来 这其实对你的生活当中 也是一个不必要的干扰 所以在以台湾的一个医疗 是这么发达进步的状况下 其实我觉得多指找一个好的外科医师 手术调是非常合理的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